插个小广告,轻电配件电又有好而不贵的iPhone保护壳上行了 名字叫Slime 这款保护壳虽然样子有点像官方硅胶套 但实际上材料完全不一样 采用了TPE加硅胶油的组合 手感上有点像液态硅胶,但不那么粘灰 同时TPE又保证了壳的嫩性和耐久度 我个人非常喜欢,推荐给大家 哈喽大家好,我是奔奔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去年我们做了一款32比9超宽屏显示器的评测 它就是三星CHG90 那款显示器直到现在依然让我印象深刻 虽然它有那么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 但实无前例的超宽屏视野所带来的画面震撼感 如今依然让我念念不忘 我也一直在思考三星会怎么升级它 不过比较遗憾的一点是 一年过去了三星并没有推出CHG90的升级版 反倒推出了一款类CHG90的超宽屏显示器 它就是今天视频的主角三星CJ89 这款显示器是我在双11的时候买的 价格为5699元 个人觉得这个价格还是相当划算的 插个小福利 最近我们发起了一项抽奖活动 关注我们的B站账号 转发这条视频动态 并add两位好友 就有机会获得一台32英寸的三星电竞显示器 2K分辨率 144Hz刷新率 还在等什么 赶紧点个关注吧 从去年CHG90的包装不难看出 三星对这款显示器还是非常重视的 并且了解三星显示器命名规则的同学应该知道 CHG系列是采用了QLED技术的显示器 是三星主攻高端显示器市场的产品 今年CJ89为什么不能说是CHG90的升级版 原因有两个 一是从外包装可以看得出来 CJ89和CJG5这样走量的产品是一样的 二是因为CJ89并没有采用三星引以为傲的 QLED亮子点背光技术 所以更像是一种降级 而当我把显示器组装之后 CJ89在外观和用料上的缩水更是验证了我这个推断 比如显示器底部一排而过的螺丝 阉割的氛围灯 以及塑料感更强的支架 OSD的UI也非常普通 完全没有去年CHG90的那种高大上的感觉 不过经过几天的使用 我对于这款显示器的喜爱程度 相较于CHG90会更高 为什么呢 首先CJ89的分辨率更高 达到了3840x1200 纵向像素更多 比例也随之改变 为32比10 整体看上去虽然不像CHG90那么长 但我觉得会更实用些 超宽屏纵向宽度也非常重要 显示器足够长 但纵向宽度或者像素不够 那么玩游戏的时候 同样会让你很粗细 毕竟纵向视野 也同样是视野 如果说去年CHG90是2块1920x1080屏幕的拼接 那么今年的CJ89应该是2块1920x120屏幕的拼接 细腻度方面经过我计算 PPI为94 这个细腻度在显示器里算中等水平 我个人认为处在细腻和粗糙之间 不会像去年CHG9082的PPI 那么容易感受到颗粒感 但仔细看还是会觉得不是很细腻 得益于三星在VI面板上多年的耕耘 CJ89的色彩表现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 虽然和高端的IPS依然有差距 但这个差距已经越来越小了 无论颜色还是可视角都还不错 因为定位不像CHG90那么高端 所以这款显示器并没有配备FreenSync 2 HDR 也没有亮子点背光技术 无法实现动态空光 这款显示器和CHG90一样 同样定位游戏 所以刷新率也非常高 达到了120Hz 考虑到屏幕像素总量为460万8千 所以这款显示器对于显卡的要求 和2K144Hz的电竞显示器 应该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的电脑可以设论2K144 那么这款显示器也同样能够设论 超宽屏大家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当然就是游戏画面的兼容性了 经过我实测 兼容性的情况 基本上验证了我当年的一个推测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游戏开始兼容超宽屏了 不管是21比9 32比9 或者是32比10 PC上的游戏还是非常开明的 3A大作绝大多数都兼容 视野相对16比9 可以翻一倍 以前禁忌类游戏 很多工作室考虑到公平性 通常都不会支持超宽屏 让我一度以为超宽屏被禁忌类游戏判了死刑 不过让人欣慰的一点是 这件事情随着超宽屏的普及 似乎有了一些转机 有一些刚刚推出的禁忌类3A大作 也开始对超宽屏进行了支持 比如最近很火的使命召唤 黑色行动4 官方原生支持 设置里也明确告诉你了 越宽的屏幕可以获得越宽的视野 还有战地5也同样如此 让超宽屏越来越有了用武之地 我个人也认为这是未来的趋势 因为超宽屏玩游戏真的真的太爽了 那种可以覆盖你视野余晖的沉浸感 是普通显示器 无法带给你的 比如玩GTA5 你开着跑车 及时于圣岸地劣势的时候 超宽屏会让你更加自身其中 比如玩战地1 你开着飞机 直逞于天空的时候 超宽屏可以让你更加生灵其境 请相信我啊 超宽屏带来的用户体验的提升 真的比4K G-Sync HDR 强太多太多 所以哪怕是CG89 确实不具备这些高端显示器的基本素质 但我依然愿意为它打扩 当然因为32比10的超宽屏出现时间并不是很长 所以不兼容的游戏也依然有很多 比如手腕先锋 绝技求生 以及极品飞车 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兼容性的问题 无法充分利用好超宽屏 然后是日常办公 以往我们在办公室里为了提升工作效率 也会使用两个显示器 不过遗憾的是 两个显示器中间肯定会有一道分界线 导致它无法同时利用起来玩游戏 以及看超宽屏电影 CG89和CHG90一样啊 同样瞄准了这样一个痛点 直接给到你一块无缝拼接的显示器 一方面消除了双显示器的分裂感 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在玩游戏 看电影时获得更大的显示面积 说到看电影 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 经过我实测发现 用CG89看超宽屏电影时 虽然两边依然有黑边 但利用率已经达到了四分之三 相当于是一块34英寸2866 乘以1200分辨率的显示器 显示面积依然很可观 这么长的一块屏幕 如果只是单纯的用来连接一个设备 那肯定是非常浪费的 所以在接口方面 CG89还是配备的比较多 这些接口不仅可以让你连接多台设备 还能给你的手机进行充电 读取U盘数据等等 因为显示器足够大 内部空间也足够宽裕 所以CG89还内置了两个扬声器 虽然音质谈不上有多出众 但满足要求不高的用户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很多人用电脑都习惯戴耳机 所以并不会配备独立的音响 但是有些时候啊 你突然想和朋友看个电影什么的 显示器内置音响 音个节还是非常方便的 VA屏差评 没有G-Sync差评 PPI太低差评 这是我在以往显示器评测中 经常看得到的弹幕和评论 说实话 每个人对于产品正乎的点不同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VA屏差评 那么三星显示器都不用卖了 没有G-Sync差评 那么FreenSync的显示器也不用卖了 PPI太低差评 那么32英寸2K分辨率的显示器也都不用卖了 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厂商依然 吱吱不倦的推出这样一些产品呢 其目的就是把有限的成本倾斜在不同的配置上 从而满足细分市场的用户群 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像你一样 只喜欢2K 144Hz带G-Sync的IPS显示器 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四大金刚了 其他显示器也都不用卖了 可是这样的显示器行业你真的喜欢吗 包容一己之鉴并理解对方喜欢你所不喜欢的东西 这是一种成熟的态度 就像我不喜欢华为手机 但我特别能理解喜欢华为手机的人 仅仅只是因为彼此的喜好不同而已 大部分时候谈不上好与坏 VA屏显示效果没有IPS好 但是它便宜啊 FlySync虽然不像G-Sync那么实用 但是它不占据成本 PPI不高的显示器虽然画面显示的不够细腻 但是它对于主机显卡的压力没那么大 凡事都有两面性 CJ89如果让我打分的话 以目前的行业现状我认为可以打80分 尽管它是VA屏 尽管它没有G-Sync 也没有HDR 但这所有的缺点都无法掩盖它 32比10超宽屏的魅力 我也很高兴看到显示器厂商愿意做这样一些尝试 因为只有当这些尝试成功之后 那么以后才有更趋于完美的产品 好了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喜欢我们节目的同学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 同时也别忘了我们的抽奖活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